这一个月来,各种晚会接连不断,出圈的节目也是源源不绝 在近日的一场商业晚会中,蔡绍芬的戏腔演唱,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与她搭档演出的张静和高汉宇,也是讨论不断 蔡绍芬和张静这对夫妇,最近的事业可谓是扶摇直上,不仅平平露面,还各自接了综艺 蔡绍芬在新综艺《你好星期六》中担任固定嘉宾 张静则是在综艺《我们的滚烫人生》中体验不同职业 由于两档综艺的热度均不俗,使得两位艺人在网络上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讨论度 蔡绍芬自三年前电视剧《海上嫁女记》播出后,就基本上是只参与综艺了 但没想到张静作为一名既优秀又难得的无数演员,也会在近年更多的专注综艺事业 去年张静参加了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在此之前 他已经有近两年没有新的电视剧或者电影作品上线 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期间,张静努力练歌练舞,挑战各种曲风 最后成为了滚烫唱演家族的一员 对于本不精通唱跳的他来说,这个成绩无疑是十分励志了 《披荆斩棘的哥哥》结束后,张静又参与了综艺《我们的滚烫人生》 虽然这档综艺的关注度远不及前者,但也很火热 张静当下如此频繁地在综艺节目中露面 大家可还记得,他是因为武打演员的身份火爆全网的 2013年,张静参与了王家卫导演的《一代宗师》 影片中他饰演的是《行义拳宗师马三》 凭借出色的表现,张静获得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 在出演《一代宗师》一炮而红前 张静多以武打演员的身份参与作品 还在不少作品中担任武术指导和替身工作 电影《卧虎藏龙》中,张静不仅负责指导张子怡的武打动作 还在一些难度较高的动作中担任张子怡和杨子琼的替身 拿过大奖,还给优秀的演员做过武打替身 张静的经验可以说是十分丰富 如今的演艺圈,武打演员极为难得 张静9岁就开始习武 21岁就获得了国家武英级运动员的称号 武术实力毫无争议 早年间张静演了不少武打戏 但现在成了综艺的香波波 有网友觉得他这是要放弃武打演员的事业了 平凡的出现在综艺中 确实会给事业带来不少热度 但作为演员还是要多拍一些作品 如此才能更为经典